大人很痛苦啊 他说他跟他先生结婚40年了 你还会 哦 好在你没结婚 但是他心脏病已经20年 天天看医生看了五六科 就像所有的病都在他身体一样 然后呢 这个先生身体坏掉了 但是他心里还在想着女人 他心又没坏 他心脏坏 他心没坏 那是不是业障的 弟子的业障太重了 这一点你承认就好了 什么人嫁什么 红帅什么 物以类聚 我叫做业障是说 你的业就代表行为心态 那你就会 招感像磁铁会吸铁进来 就会这样 那你要改变你自己 你不能说我业障重 那业障来自于你的心态 那我从今天开始不要抱怨 不要生气 不要嫌老公怎么样 自己很平静 然后你老公不生气 他就没心脏病了 那老公为什么生气 因为跟你结婚就一直气到现在 所以心脏病20几年了 心脏病来自于生气 不满 问题是谁让他生气 所以我爸爸肇育症 我爸爸一辈子肇育症 然后看医生看不好 我最后采取了最好的手段 把我爸爸跟我妈妈两个分开 那肇育症两个都好了 因为互相 互相在刺激 互相在刺激 对吧 所以我想 如果你认为你在修行吧 那你改变了 你先生就改变了 所以你不要制造心脏病的阴 不要贤重贤塞 然后 就像我刚刚讲的 我先生去外面找女人 不错不错 我心还年轻 你不要去抱怨她 她有能力是她的事情 她没能力 但是不要有个观念说 王是我的 我在灌 那你就快乐了 反正这么老了 她能够快乐已经不错了 夫妻一场 问题是 她有这个能力 那是她的事情 她全身都是病了 她现在找一点小小的快乐 你就随缘吧 所以 念一下来 要求自己 改变自己 对方就会好 所以我想 既然你说你自己业障太重了 那你一定要 真心的去 改变自己 不要抱怨 微笑 心情 心情快乐 所以我们 各位都看我们每天都拿一条念珠 这条念珠叫什么 来 不生气念珠 不要试试念珠 像念阿弥陀佛 观神菩萨 主比快乐 主比快乐 不要念百人买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戒律 控制自己 不生气 快乐 接受对方的一切 念下来 接受对方 你就快乐 千万不要抱怨 不要觉得 为什么你这样 为什么你这样 为什么你没有 没有我聪明 然后你一直用这种比较的心态 你痛苦 对方也痛苦 接受对方 而且对方对我们有恩 来 念一下 感恩的心 感恩以后要再来 来 报恩的心 要开始报恩 所以我们大家 小朋友要不要孝顺爸爸妈妈 要 要不要孝顺阿公阿嬷 对 对 你要 让阿公阿嬷快乐啊 抱抱他 讲笑话给他听啊 对不对 拿倒一杯水给阿公阿嬷 那阿公阿嬷就很快乐了 所以 基本上 心态可以改变一切 好 还有问题吗 小朋友有问题吗 我刚刚在路边看到三个年轻人 他们来找我照相 我就替他们难过 因为他们现在18岁了 开始拍命 要找女朋友了 对啊 如果你不想找男朋友女朋友 你最快乐了 当你自己想说 我怎么没有朋友 那你就开始心情不好了 所以当你心动有求的时候 有欲望的时候 小朋友就记住啊 你慢慢长大 你会贪心 我想要谈恋爱 我想要吃好的 我想要漂亮一点 那你痛苦就来了 痛苦就来了 所以 念一下来 快乐来自于内心 内心平静 内心充满爱 没有自私的感情 对啊 不要比较别人 那你要 你要开始这样 不然你要折磨一辈子了 我刚刚讲的 三个年轻人18岁 忘记下拜啊 他就要磨到81岁了 他每天 要谈恋爱 终于结婚 才知道结婚以后 就拍命 然后很多事情 不是他想的 这就是一种 折磨自己 所以 最重要的 我认为家长也好 老师也好 我们同学也好 要有一个 念一下来 健康的智慧 了解真相的智慧 如果你了解 这个智慧 那你就了解说 为什么师父 不去赚钱 不去结婚 那为什么师父 每天看起来 也不是 头脚掉 但是 师父的目的 就是要 每一个出家人的目的 就是要快乐 而且让生命 永远快乐 进一步也帮助 其他的生命 得到快乐 这才是生命的意义 不是赚钱 如果各位同学 你很喜欢读书 读到博士 不要为了赚钱 为了名字去读博士 这个博士叫什么 来 慈悲博士 我是为了奉献自己 那可以 我是为了到医院 做一个免费的医生 免费的护士 如果别人给我薪水 我觉得我很感恩 这不是我该有的 这是别人供养我的 我很谢谢对方 那这样心态 就很快乐 所以我们出家人 没有薪水的 我们出家人 是因为每天 给别人快乐 别人就给你一口饭吃 包给你一个红包 这样 我们内心很感恩 所以 而不是在拿薪水 不是有所求的 所以这个观念 特别是家长 你要觉得说 你的小朋友 让你很快乐 因为你的小朋友 让你天天去爱他 关心他 因为爱 才会让我们生命成长 爱才是我们生命 活着的意义 所以这个小朋友 你可能要爱他一辈子 你觉得 你很快乐 他不会离开你 那你要这样想的话 你会觉得 我可以爱他一辈子 因为生命的快乐 来自于什么 念一下 爱别人 爱众生 所以 他活50年 我爱他50年 他活90年 我爱他90年 所以你觉得很有意义 那每一个家长 你要这样想 老师也这样想 我来学校 我来爱这些同学 我来让他们快乐 我不要要求他 我只有要求我自己 好好去接受他 去爱他 去影响他 那 结果 你自己成长了 所以对我们修行人来讲 我是个修行人 修行人 为什么 每天这么忙 因为 透过别人 我可以去爱 可以去慈悲 我学习慈悲的能力 学习不生气的能力 学习忍入的能力 学习一个永远快乐的 新的能力 所以以这样的心态 来看看书 看书就觉得很快乐 做什么事 都觉得很快乐 但是如果离开别人的痛苦 我就没办法去慈悲 我就没办法进步 所以因为别人的痛苦 所以我们可以不思 所以有一句话来 不思比接受快乐 但要求就痛苦 不要去要求别人 不要要求别人 所以同学们 你心里快不快乐 要让内心快乐 你随时快乐 然后如果你觉得心里有压力 来 再跟我捏一次 来 恩阿风 你们不知道背得起来 背不起来 恩阿风 不然这样念好了 观音菩萨 你念什么都没关系 你家里有土地公 家里有祖先 你要抓到一个点来念 抓到一个点来念 所以像老菩萨爱念 下面来 阿弥陀佛 他念阿弥陀佛 我们天主基督教念 哈利路亚 好不好 你要抓一个点来念 所以你才会快乐 来 跟我念一下 来 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 我念这个不是在念神 念什么来 念自己 因为你自己就是神 你自己就是上帝 你自己就是观音菩萨 你要找到一个自己 同学们 你的名字是什么 我叫陈阿彪 如果陈阿彪快乐就好 你不能看不起陈阿彪 我看不起我自己 那你就痛苦了 了解吗 对啊 所以就像各位 你出国去玩 看到一个很漂亮的湖 风景 你把它放在你心里 你心情就很好 所以每个人都要有一个快乐的点 看你要抓住哪一个 喂小鸟 看到树 想到一个快乐的人 想到一个你相信的对象 你要抓到那个点 你就快乐了 因为我们的内心 有时候控制不了 被别人影响会控制不了 被生病影响会控制不了 那这个点 你要抓住 所以下回我送给各位一条炼珠 好不好 那你就快乐了 你就要开始念了 我要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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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助别人 帮助别人 你要抓住那个点 所以来 念一下 超越痛苦 用慈悲 超越痛苦 用帮助别人 超越痛苦 对啦 重点就是 不要抱怨自己 不要不接受自己 先生也好 太太也好 儿女也好 社会也好 国家也好 台湾好不好 你要接受 如果你每天抱怨 我们进户不过 那你是在制造悲剧的人 我们这个学校好不好 念一下 感谢政府 感谢国家 感谢老百姓 因为这个学校 是老百姓的税金 政府的努力 国家的帮忙 终于有这个学校 再来念一下 感谢社会 感谢别人 感谢父母 感谢儿女 每天每天都要 想的 感谢别人 你就会快乐 抱怨别人 你就会痛苦 所以 很重要 来 再念一次 转变念头 你就快乐 所以我教各位 再讲一次 心情不好的时候 去喂小鸟 去喂小鱼 去喂流浪狗 心情不好的时候 撒一些水 念观音菩萨 念爱的语言 让他们喝到水 你这样想就好 所以心情不好的时候 来念一下 来 我变成天上的太阳 照着大家 这样快不快乐 因为你变太阳 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变成大海 让众生有水喝 让鱼快乐 对不对 你要改变你自己 心情不好的时候 再念一下 我变成大树 让别人乘凉 给别人氧气 那这个叫 超越自己 超越自己 你千万不要一直想 哎呦 我现在在破旁 我六十岁要如何 我八十岁要如何 我年纪大了怎么办 你每天在想这个 你就制造烦恼 所以就算我现在已经九十岁了 可能我剩下一年就要死了 太好了 我还有一年给别人快乐的机会 所以我要天天微笑 甚至说你生病了 生病了你还要微笑 所以因为生病是正常的 谁不会生病 对不对 所以医生给我说 你生病了 我说我拉着医生的手 医生你也会生病 医生你也会生病 但是生病 我就视线很快乐 我就尬移心 移心你看 生病也可以快乐 来念一下 用慈悲心生病 对啦 因为我生病的时候 我只想到别人生病 我去住医院的时候 我还在想 所有人都不要生病 因为我生病了 我才可以住医院 所以我想的是 所有的病人都不要生病 然后我自己就超越了